我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 好奇到我必须要自己动手去体悟它的存在 从自然的造化到祖先的智慧 其实每一个都值得推理 我常常想既然一切都会成为历史 那么一切就都是历史 就像海沙里到处是迭代的生命 书本里也到处是重复的人性 能重复的东西就可以去推理 就可以去推理 去异断 只有好奇才能异断 老沈一说 大家好 我是老沈 曾经有朋友跟我讨论过 我们一起总结 说这个时代都有哪些特色 我们当时总结了好几条 有一条我是记忆犹新 那就是谩骂 这个时代的谩骂指数 如果把这个也算作一种指数的话 那个谩骂肯定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逮着机会就骂 逮不着机会他也骂 谁都骂 骂一切 让他觉得不爽的事情 让他不爽的人 逮谁骂谁 以前我去那个谭哲寺啊 就看到有一个有名的对联啊 很多人都知道啊 大度能容 容天下 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事上可笑之人 如果把这个下联用在这儿啊 就把那个笑改成骂 就是对这些人最好的写照 就是开口便骂 骂世上可骂之人 可骂之人是谁啊 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人 那都是可以骂的 既不花钱也没后果 那干嘛不骂呢 吹吹牛骂骂人 这都是天天的必修课了 其实谩骂实际上跟奉承差不多 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表达 甚至有时候 还不如奉承的价值大 因为奉承嘛 你至少还得忌讳一点 别人的眼光嘛 你总得左右看看嘛 你总是觉得 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有那么点低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谩骂不一样 谩骂可以伪装成一种批评 批评嘛就好听多了 可进可退 既可以破坏你的形象 又可以说 我其实是在帮助你嘛 你应该虚心接受 你不接受 说明你没有容人之量 你搞一言堂 你不够民主 反正吧 就觉得这是一种先天的正义感 而且骂谁呢 骂当权派 谁当权就骂谁 你做了什么我都骂 反正只要骂当权派 就一定有人喝彩 你看这叫有种骂 骂的对不对 那另说了 所以喜欢骂骂的人 大多数都有一种 那种叫大义凛然 替天行道的斗士心理 而且就因为 他有了这种心理暗示 所以这些人就往往容易 就特别容易走极端 因为心里觉得正确嘛 觉得自己牛嘛 但是这些人 其实是最缺乏代入性思维的 他从来都没想过 假如说你就是那个当权者 怎么做才算合理呢 怎么做才不招骂呢 而且吧 这种谩骂是一个广谱性的 不分阶级 不分时代 只要不符合他今天的认知标准 从古到今 逮着谁骂谁 如果仅仅就是谩骂一番 那也就算了 关键是 他根本就不过脑子 他连分析都不分析 人家做过的具体事情 他根本就不去看一遍 只会用今天学来的一些名词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抨击 镜子咱就不说了 就说古人 那他们看来啊 就好像民国之前 中国的所有当权派 就从来没有出过好人 对封建统治呢 当然可能就让今天人心生厌恶啊 独裁主义确实也很糟糕 但是你别忘了 那是当时的局限性造成的 在那种岁月里 封建他不等于傻呀 独裁也不见得就 当就当时来说 也不见得有多坏 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一些 普世价值去衡量 去判断历史上的一些统治方法 那个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对等性嘛 你怎么衡量吗 你怎么打分吗 再说了政治这个东西 你说你怎么能用好坏来判评判呢 对吧 比如说我以前就听人说过 说到秦始皇啊 就是秦始皇搞的大一桶 很好 但是焚书坑儒 嗯太坏了 修长城很好 但是死了那么多人 太坏了 可是那你说 你怎么去评价秦始皇呢 他就说了 必须要三七开 三分攻七分过 而且必须的 就搞得好像马上就要缺席审判 秦始皇了一样 这种说法啊 我认为你 你茶余饭后 娱乐一下 那可以 没问题 但是你要当做一个历史观点 来讨论 你不觉得有点幼稚了吗 当然了 这种观点也很常见 你就平时在那个小区的花园里 有时候你就听到一帮大爷们 就三五成群的都在讨论 不管是古代的 现代的 有时候你凑上去听一听 你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啊 甚至有时候坐出租车 你也能听到司机说这个 所以这种 就我把它叫做小花园政治啊 就这种小花园政治 其实并不稀奇 大家看了很多影视作品嘛 看多了就对于政治啊 对于历史啊 往往都是就感觉 怎么有快感就怎么来 比如说啊 有时候觉得啊 自己工资低了 他也骂 骂谁呢 骂官员嘛 官员贪污了呗 不然骂谁呢 那你说官员有没有贪污呢 有啊 可是这跟你工资多少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至少是没有职业关系 但是通过这种骂 他就能把它给联系起来 可是吧 你一旦把这个关联起来 就会平白的 就是积攒了一堆怒火 就好像自己的一切不如意 都是官场腐败造成的 所以每天他总是 这个揣着一枪子愤懵 你注意啊 就是这类人 其实他就平时就很难 带着正常的客观角度 去分析 去思考各种什么 平时碰到的问题 不管是政治问题 还是历史问题啊 因为他总觉得 自己是个受害者嘛 所以那一切的管理行为 他都是不对的 都有阴谋 都有猫腻 你说我今天 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呢 其实我要给大家 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最近我要讲的内容 都跟一本书有关 这是一本非常奇葩的书 历朝历代都把这本书 骂得是体无完肤啊 那几乎就臭的 不能再臭的一本书了 这本书叫商君书 说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啊 咱们得先交代清楚 这本书的由来 商君书 顾名思义 就是商君的书 商君就是商鞅嘛 当然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呢 有一点争议啊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商君书 那肯定不可能全部都是商鞅的原作 但是大致上的内容 应该还是符合商鞅变法的理论 尤其是历史上至少还有韩非子 还有司马前给这本书做旁证 所以我还是认为 这本书的主要作者 可以认定是就是商鞅 商鞅的思想商变法的手段 基本上都在这里面 但是经过历代的打压批判 这本书几乎在以前就算是一本禁书了 所以看过的人其实不多 而且看过的人往往都会比较走极端 这本书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啊 这可不光是小花园政治那帮人在骂 历史上曾经几乎全国人民都在骂 从达官对贵人到贩夫走卒 从大知识分子到私塾先生 这种口碑啊就比较烂的这种口碑啊 历朝历代一脉相承 到了建国以后 这阵骂风才终于消停了 原因很简单 商鞅嘛 那是改革派啊 那是革命派啊 是左派的范例 但是在古代啊 其实也有极少数人是不骂这本书的 但是少的可怜 恨不得都是以各位书来计算 这些不骂的人呢 一般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皇帝 皇帝很清楚吗 这本书 自己是这本书的实际受益人啊 一切都是为了快速的复国强军 当然喜欢了 另外一种就是改革家自己 那这本书呢 指导手册嘛 那就是红宝书啊 寸步不能离身 除此之外 如果再有的话 我估计就是皇帝的老师啊 或者是还有一些 享有作为的政治家 那其他就没了 而且就算是这些人 他们要看这本书 还不能光明正大地看 就算看了 也不能光明正大地说 只能跟老师躲在那个小黑屋里 偷偷地研究 研究完了 往床底一塞 绝对不会说 说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看这本书学来的 不能说 武功秘籍嘛 所以这本书通常就被当作 那个古代的 那个帝王心术来学习 帝王心术这个词 我们可能在影视作品里 经常听到 什么帝王心术 就是作为一个君王 他应该怎么统治万民呢 怎么驾驭天下呢 帝王的理论 帝王的手段 中国历史上 所谓的帝王心术 就是正面的那种 不如无奇八糟的那种 很多 就是来自于这本书 所以关于这本书 可以说 年年在骂 但是天天在用 大政治家们 很少有不研究的 两千多年来 从没断过 而且站在两千年后来看 就是前提是 你真的看过这本书的内容 仔细分析过 你就会发现 这本书的内容 其实很深 但是注意啊 我们今天不讨论意识形态啊 我们不讨论愚民政策 我们只不过就事论事 来看一看 这本书 它到底为什么 就能帮助秦国崛起呢 历史上那些主流 又为什么要痛骂呢 而且那些当权派 又为什么要偷学呢 其实即使我们抛开政治不论啊 我觉得就至少那些 搞管理的人 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本书里面有些部分 其实你就可以看作是 如何管控 如何高效能的 去指挥一个大军团 这里边的指导思想 确实有可取之处 说到指导思想 我再多说两句 你看几乎 没人不知道商鞅变法 但是大多数只知道 他有几条措施 什么搞军工制 搞这个土地私有化 但是实际上 这本书里面讲的 具体措施非常多 而且这本书里 最重要的内容 我认为还不是措施 而是思想 指导思想 才是非常重要的核心 手段嘛 你可以随便尝试 但是思想 你得先搞明白 商鞅变法 很多人指认的商鞅 是一个改革家 但实际上 他首先是个思想家 什么叫思想家 思想家就是对客观现实的认识 有独创见解 并且能够自成体系的人 这个思想体系非常重要 我变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下世界的格局又是什么 商鞅的思想体系非常务实 就是甭过来那套 什么木铃友好关系 听的多了你还当真了 这种亏 战国时期 你吃的还少吗 首先得认清一个事实 那就是除了我以外 所有的国家都是敌国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才是政治 那好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 就要思考了 我怎么才能变得一家独当 而且是快速的一家独当 时间不等人 多少个小国家 就那么眼睁睁的被灭掉了 从西州分封以来 那么多国家兼并来兼并去 天天都在打来打去 本来多如牛毛的那些小国 现在还剩下几个 所以不能等了 再这么混吃 等死下去就完了 这一点其实 从国君到大臣 都能看出来 虽然历史上很多人 其实今天也还是这样 今天大家也还是说 商鞅变法 那个手段太严酷了 完全不照顾人民感受 甚至连司马前都说 商鞅这个人是刻薄寡恩 为什么刻薄寡恩 其实你想想 如果真的能够 两全其美的话 就是既能够出好业绩 又能够赚个好名声 谁不想干 关键是他不能嘛 天下事十之八九 属于无奈 为什么手段严酷 很简单 时间不多了 秦国当年 已经走到了生死关头 如果用毛泽东的 一句话来说就是 多少事从来及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我发现很多朋友 是在网页上 直接搜索老沈一说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样当然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知道 订阅老沈一说 微信公众号 除了能看到 我们的常规节目 还有资讯之外 你还能看到很多 我们新录制的私房节目 并且可以通过评论 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另外喜欢听音频的朋友 可以去蜻蜓FM 上面会同步更新 我们的音频内容 西汉的大才子贾仪 曾经写过一篇过情论 那是我看过的 最给力的正论文 整篇文章 铿锵有力 节奏分明 整篇文章很长 前面写了好几代君王 用来做铺垫 业绩越写越大 终于写到秦始皇 这段的时候 就像打出去 那个烟花一样 本来是一直递进递进 突然到了这个关键点上 一下子用所有的能量 去渲染出一个霸主式的高潮 那这是叫天子之威震荡有声 我读一遍 你听听是不是有感觉 极致始皇 奋六世之渔猎 镇长侧而玉宇内 吞二周而亡诸侯 屡至尊而至六合 直敲坡而偏斥天下 威震四海 南渠百岳之地 以为桂林相军 百岳之君 俯首细境 伪命下立 乃是蒙田 北驻长城 而首翻离 却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我读的不好啊 肯定会给这篇文章减分 但是我觉得就算减分 你也应该能够感受到 那个大秦之威 我为什么要读这段呢 因为这句话 叫六世之渔猎 也就是说秦始皇 是站在前面六代国君的肩膀上 才完成了统一大业 哪六代国君呢 秦孝公 秦惠文王 秦武王 秦昭襄王 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 秦始皇之前的秦国史 是不太了解 没关系 今天这期节目 你只要记住这个第一个 秦孝公就够了 其他的虽然也号称是 六世之渔猎 其实大多都是配角 我给大家点一下 其实这里面有三个 都是政治短命鬼 咱们按照长短顺序 来排一下 比如说秦武王 短命鬼 二十出头就死了 而且纯属于 这个要自己作死刑的 好端端一个君王 你说你没事 非要跟大臣去比那个举顶 结果把自己给砸死了 在位才四年 你说这不是勇武吗 投身体育运动吗 所以就给他定的士号 叫秦武王 然后呢 是庄襄王 这个在位更短 三年就病死了 当然了 这个短不短 要看跟谁比 这个跟最短的相比 那简直又是天壤之别 秦孝文王 更短 短到什么地步呢 短到连年号都没有 因为根据惯例啊 就是先王驾崩的当年 你是不能改元的 就年号不能改 要等到第二年 才能用你新军的年号 秦孝文王 这个倒霉蛋 正式登基 才三天就死了 三天啊 你说他能干什么 就他这一生 最大的业绩 其实就是给他爹 守那几天的孝 所以也对得起 他这个嗜号了嘛 秦孝文王 所以大秦的崛起 实际上就是剩下 那个三任国军 任期内发生的变化 而这个一切的起点 就是这位秦孝公 那秦孝公最大的业绩 又是什么呢 历史上的观点也很一致 那就是重用商鞅变法 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想想挺幽默的 秦始皇是奋六世之渔猎 然后这个六世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秦孝公 秦孝公做的最重要的业绩 就是支持商鞅变法 可就是 还就是这一点啊 历来就被认作是 秦国由弱变强的 关键转折点 你看这个过秦论里面 其实也是这么讲的 商君左支 就也认可 这是大秦兴盛的关键起点 所以说虽然秦孝公 是开创盛世的人 但其实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知道商鞅的人 远比知道孝公的人 要多的多的多的多 在今天几乎 连孩子都知道 商鞅才是大秦崛起的 最关键要素 商鞅是主角 秦孝公那些 其他人都是配角 好 那我们既然说到商鞅了 我们就得说一说 在商鞅入秦之前 秦国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其实很差 在战国七雄里边 可能就是排在最后了 搞不好 就再搞不好 可能就会被末位淘汰掉 你可能要说 不会吧 秦国那好歹春秋时期 人家也是称国霸的 好不好 没错 可是那是秦穆公时期 那都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人了 从那个时候 到这个秦孝公上台 中间经历了15任国军 总共259年 259年什么概念 这都赶上一个 长寿的朝代了 明朝才279年 清朝才268年 所以你想想 259年得发生多少事 可是秦国这259年 好像就跟 被历史给遗忘了一样 我们看 史记对于这段历史描写 非常简单 大多数时候 就只是把国军这个名字 给写出来而已 至于他做了什么 一概不说 就比如说 史记里边这两段话 表面上是写了 秦国的两代国军 可是你如果仔细一读 这哪里是在写 什么秦国的历史 简直就是拿一个 秦国的这个 国军的年号 来当做别国历史的 时间参照物 你什么 汇宫元年 孔子行鲁相士 五年 晋国怎么怎么着 然后 道宫二年 齐国怎么怎么着 六年吴 拜齐师 然后九年 靖定宫 怎么样 十二年 齐怎么怎么样 这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 太史宫太不负责任了 可是其实你再多想一步 你就能理解了 因为太史宫 也不知道 这两位国军身上 到底有什么故事 他也想写 但是没办法 所以就只能这么瞎凑合了 而且不光史记这么写 就连竹书纪年也这么写 甚至包括那个刚刚才被解读的 清华简 就那个戏年 他也这么写 你说怪不怪 整个秦国的这段历史 就好像被挖掉了一样 历史出现了空白 就让我们几乎 没法看到秦国这两百多年 他的内部到底发生什么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只能猜 只能靠联想 比如说 有几个国军的嗜好 看起来就很奇怪 你看啊 秦哀公 秦道公 秦立贡公 秦造公 秦怀公 秦出公 我们先说中间这俩 就是秦立贡公 秦造公 从这个逊古学上来说 这个好像是个贬义的 咱们就从这个 事法上说啊 杀戮无辜 曰立 耗辩 动民 曰造 所以这两个你应该算是暴君吧 好 我们再看 秦哀公 秦道公 什么意思呢 工人短折 曰 年终早邀 曰 道 这事法里说的 你看 就是一个短寿 一个早邀 又是俩短命贵 然后再接下来 秦怀公 秦怀公 什么是怀呢 辞人短折 失位而死 就是怀 所以看起来秦怀公 也是没得好死 后来我查了一下史记 果然是这样 怀公四年 庶长朝 与大臣为怀公 怀公自杀 史记关于怀公的这段描述 字数少得可怜啊 前因后果一概没有 但是好歹 给我们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吧 就是简单粗暴嘛 被逼自杀 好 最后一个 秦初公 初这个嗜好啊 在事法里面是查不到的 后人的解释呢 说这可能是放逐的意思 其实这个秦初公的生平啊 完全就是一场悲剧 史记里边曾经交代过 这么几句话 惠公十二年 子出子生 十三年 法蜀取南政 惠公促 出子立 出子二年 庶长改迎林公之子 县公于何夕而立之 杀出子及其母 臣之冤旁 这是一段 非常让人不舒服的描述啊 一场关于孩子的悲剧 秦惠公十二年 一个孩子在秦宫里出生了 这就是国君唯一的继承人 但是很可惜 第二年 秦惠公就死了 所以这个可能连奶都没断的婴儿 就直接继位了 这就是秦初公 我们可以想一下 秦初公的母亲应该还很年轻 孩子才不到两岁嘛 所以 这是年纪轻轻 孤儿寡母 突然之间所有的重担 一下子压过来 什么感受 我就想起啊 八十年代有个电视连续剧啊 武则天 里面有几句歌词 非常耐人寻味啊 叫 无援助 没照应 哪一招敢说必胜 谁人到黑夜 不忘能照明 我觉得这娘俩 就是这种心境 结果果然 一年之后 流亡在魏国的公子莲 花重金 买通树掌 发动政变 这就是后来的秦宪宫 秦宪宫一上台 第一件事情 就是杀掉的孤儿寡母 而且还把他们沉湿在深渊里 你想这个时候 所谓的秦初宫 不过才是两岁的孩子嘛 年轻的母亲抱着他去赴死 你想想 这都是什么样的绝望啊 这真的就是白居易那首诗啊 叫 可怜红颜总薄命 罪是无情帝王家 政治这个东西啊 真的就是那么残酷 真的就是那么肮脏 好了 书归正传啊 我发现啊 就是这六个嗜好吧 那就是刚才那个六个不祥的嗜好 他们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急重 这里面有四个不祥之君 居然就是连续的四个 就是秦道公 秦立贡贡 秦造公 秦怀公 你想想那还怎么搞啊 这个时期呢 秦国得有多乱 所以这也正好印证了实际的说法 秦遗亡者数亿军 君臣乖乱 故晋富强 夺秦和西地 你家里天天不消停的才好嘛 人家可不管 秦国在秦木工的时候确实很牛 那都可以打败晋国了嘛 晋国那是春秋的超级大国 但是等到商鞅入秦之前 秦国非但没有扩张 反而把最重要的那块和西之地给丢了 我们看一下地图啊 这个是秦统一之后 划定的那个关中驻郡图 这里边那个内史的部分 就是这块 这可是秦国祖传的遗产 内史地的东北角 就是这块 靠近这个黄河的这一块 就是所谓的和西之地 这块土地 那是秦木工好不容易搞到手的 在秦国手里都赚了两百多年 最后居然被魏国给夺了 当然了 那个时候魏国有武器 那人家也变法嘛 秦国确实大不过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和西之地对秦国来说 那是太重要了 你看啊 关中地区被称为是四塞之地 不好打 天然屏障非常多 我们看一下地形图啊 就是其中面向中原五国的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黄河 一个是这个黄河跟秦岭之间 这个狭长通道 原来呢 是在这个通道的一头 任何一头啊 设一个卡子 只要一堵 就像在那个酒瓶上 塞了个塞子一样 关东各国就很难打进自己的腹地 但是和西之地一丢 完了 这俩天然优势就没了 战火就可以直接烧进关中 就好像有一伙强盗 已经穿过你家屋门 已经住到客厅里了 结果就等于说 你只能守在卧室里 你跟他们死磕 秦国这个时候 可以说就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祖先的遗产能丢了这么关键的一块 你说是不是败家子 而且可气的是 居然是败给魏国了 你想想魏国那刚刚才从三家分禁分出来的三分之一 你说你在有晋国的时候 国土还能建在 等晋国分出一个小国来打你 你反倒守不住了 是不是有点滑稽 所以你就能理解 秦孝公为什么能够全力以赴支持商鞅 因为那个时候秦国已经拖不起了 所以如果要让我今天异断一下 我真的就这么认为 没有这本商军书里边的变法 秦国就完了 而且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刻变法 甚至如果不是用那种严酷的手段去变法 秦国也完了 我发现很多朋友是在网页上直接搜索 老沈一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样当然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知道 订阅老沈一说微信公众号 除了能看到我们的常规节目 还有资讯之外 你还能看到很多我们新录制的私房节目 并且可以通过评论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另外喜欢听音频的朋友 可以去蜻蜓FM 上面会同步更新我们的音频内容 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你是个君王 你的帝国到了比较危险的境地 那对你来说什么方面最重要 当然是军队 那对于军队来说 什么又最重要呢 粮食嘛 所以摆在你面前的两件大事 也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名词 更战 那其他的事情怎么办呢 很简单 不办 就像我们今天和平时期 我们当然知道 那么文化教育啊 医疗卫生啊 经济贸易啊 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 马上就要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这些还重要吗 对不起 这些都得放弃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还有没有明天 你总得把所有精力 所有资源 全部浓缩给军需保障吧 其他的完全停止 你注意啊 是完全停止 不是断断续续啊 因为你要彻底保证 整个国家是百分百投入 每一滴资源 一定要完全拧干了 毛泽东不是说过吗 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 其实这个还不够 商鞅的做法就是 集中所有力量 打歼灭战 一点资源都不能分心 除了种地 就是打仗 其他的什么也不许干 种地就有粮食 有粮食就有人口 有人口他就能打仗 为了把其他出口彻底给封死 商鞅做的确实够狠 比如说打击商业 商鞅认为商人 是这个社会上不稳定因素 投机取巧 破坏和谐社会 所以从商鞅变法 那个时候起啊 就把商人给定性了 在认知上 商人就变成整个社会的 最下等人 为什么他认为商人可恨呢 因为他看到嘛 该卖的时候 你囤积不卖 等到市场稀缺的时候 你再加价销售 这个对于 简单朴实的那种农业思想者来说 就太可恨了 当然得打击了 这种行为就叫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在中国是一种罪名 不是古代 是新中国 在新中国曾经就是一项罪名 就叫投机倒把罪 这个罪名在刑法上 1997年才取消 作为处罚条例 是2008年才废止 你说这个根源从哪来的 就是从商君书里来的 所以商鞅对于这些做生意的 就是拼命加税 加重税 而且不光加税 干脆就连货币都不住 没货币呢 你拿什么去交易呢 当然你说我能一屋一屋啊 好可以啊 你拿什么交易呢 你肯定会想到嘛 拿粮食换东西 对不起 商人不许卖粮食 卖粮食犯法 那你说我怎么吃饭呢 很简单 你想吃饭是吧 要么去打仗 要么去种地 国家只保障这两种人 其他的什么刷嘴皮子的 什么做生意的 甚至是手工业者 就除了官方指定的那些之外 全部禁止 一定要让这些人 全部吃不上饭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国家需要种地 种地确实比较辛苦嘛 谁愿意面朝黄土 背朝天 煤人先天愿意啊 太苦了 农民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 那是因为煤的选择 大家都一样 可是如果你看到 那些商人 那些手工业者 不用那么辛苦 人家也能轻松获利啊 那当然 所有人都会心向网之 人心不稳嘛 那就会想方设法去逃避农耕 其实这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啊 你看现在 农村还有多少人务农啊 几乎很少了 尤其是年轻人 很多村里边 全部出去打工了 走空了 因为出去打工赚的钱 比种地多多了嘛 那谁还种地啊 是吧 好在现在是 有这个现代化的农耕机界 每年而且还 进口那么多的粮食 要是还是全部靠人力的年代 这么多劳动力脱离土地 我天哪 中国粮食危机早就爆发了 可古时候不行啊 那个年代打来打去 你找谁买粮食啊 只能自力更生 所以只能把所有的有生力量 全部推向农业 当整个社会 只有单一出口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效率奇高 这就跟军队一样 思想纯粹 出口单一 你想想 在没有机械化的年代 论劳力输出啊 谁能比得过军队啊 所以商军书的措施 就是把大家给军管化 逼向单一化 就开始大生产 所有人老老实实 全部去种地 务农人口比例 多少才算好呢 当然是越多越好嘛 商军书里的原话 是这么说的 叫百人农 一人居者旺 食人农 一人居者强 半农 半居者 威 就是种地 跟贤人的比例 越大越好 最好是超过 一百比一 很多人认为 这个比例 是不是太大了 那不是浪费吗 其实不是 两个原因啊 第一 国家奖励重粮 粮食越多 奖励越多 所以就导致 人口上升嘛 因为有粮食支撑 所以 这个国家 就不会产生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 这个我明前讲过 想了解这个 去找那个 那期叫 小奏务改变大历史那期 所以 一旦人口 能够持续上升啊 你就会 习惯性的 这些多余的人口 再返回来 继续务弄 因为没有其他出路嘛 这就有点像那个笑话 有人问一个放羊娃 说你 你为什么放羊 放羊娃说赚钱啊 你为什么要赚钱呢 娶媳妇 你为什么要娶媳妇呢 生娃 生娃干嘛呢 你继续接着放羊嘛 你看 这就是生生不息的 那种传统观念 这观念怎么来了 它就是一代一代 传下来的 拼命干活 拼命生娃 再拼命干活 这就叫可持续发展 这种人口的保障 就是给国家 这个大系统 做了最保险 那个底部支撑 所以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它能够弥补 军需粮草的消耗 很多人对于 古代的军需的消耗 概念不大 我说的不是 那个军人吃饭 那个消耗 我是说 长途运输的那种消耗 很多人在下意识中 觉得运粮吗 好像用不了多久 其实不是啊 古代的运输消耗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大事 尤其是在没有 曹运的条件下 会恐怖到什么地步呢 我看汉书上 是这么说的 遂使蒙田将兵而攻湖 又使天下飞除晚宿 起于黄锤狼牙赴海之郡 转输北河 率三十中而至一时 关于石这个字 我专门解释一下 防止产生歧义啊 这个字你现在读 大家都知道读淡啊 但是古时候 作为计量单位使用的时候 在古英是读石 当然你今天你读淡 也没有问题啊 好 我们再说回粮草的问题 秦国攻打匈奴 从山东开始运粮 沿途仁池马位啊 等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这个损耗有多大呢 三十中而至一时 那个年代一中等于六点四十 所以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等于一百九十二比一 也就是说啊 差不多你要运输 两百斤粮食的时候 只能有一斤到达边关 其他的全部都在路上被吃掉 而且这还仅仅是 正常运输的损耗 不包括战场啊 什么被截祸 被人家烧掉那些 你想想 这个粮食的准备量 得有多恐怖啊 打仗 不一定是打不过 而是打不起 所以跟战跟战 要想战 就一定先得跟 要想保证跟战 那就得全力以赴 这就是当时条件下 一条必行之路 可是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商鞅 他并不是第一个 看出这些问题的 秦国也并不是第一个 搞这种变法的国家 可是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偏偏就是商鞅 他能变法成功呢 为什么偏偏就是秦国 他能完成这种改革呢 我认为 是因为商鞅这个人 跟这个国家一样 他有着一致的性格 那就是纯粹 是因为商鞅 他能完成它的 那是因为商鞅 我们要给商鞅 就是 那是因为商鞅 帖子 是因为商鞅 在开家 隆子